现代陆地战场上怎么能少得了火炮 而衡量一门火炮性能好不好 就会是看它的射程和威力 于是如何提升现代火炮的射程 就成了世界强国们的头疼的问题 目前世界现有的大口径火炮 都是以155毫米 152毫米和203毫米口径为主 弹丸在转发的火炮 出膛后就会进入无动力飞行阶段 最大射程一般都集中在20到40公里 而由于人们对火炮射程的不断追求 大家的做法都出奇的一致 要么加长火炮的伸管长度 要么就增加火炮的钥匙容积 北约曾经的三次155毫米火炮改革 就是围绕这两个方向去的 比如每支的M198榴弹炮 就是三次火炮改革的产物 只不过受制于材料和加工技艺等因素影响 无论是火炮的炮管还是火炮的钥匙容器 他们对炮弹射程的增幅都有上限 且已经达到了顶点 却仍然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 更别说在未来战争中 敌人前后方界限会越来越不明显 只有打击敌纵身 袭击敌人后方目标 才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于是人们就将改造的目光 落到了火炮炮弹身上 试图通过优化炮弹设计 来进一步提高炮弹的射程 而这些经过特殊设计的炮弹 就被称作增程炮弹 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和大伙闹了 有关增程炮弹的一切 以及其中火力军重点关注 将冲压发动机塞进炮弹里的冲压增程炮弹 我们先来简单看看 经过几大人努力搞出的几款增程炮弹 比如枣核弹 火箭增程弹 底牌弹等 它们都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这样火力军在后面讲冲压增程炮弹时 大家才能有更直观的认识 首先是最基础的枣核弹 它通过改变炮弹的外形设计来提高射程 以前世界各国陆军不懂 使用的炮弹大多数是常规的圆柱型炮弹 这种传统的圆柱型炮弹 在大气中飞行时产生的摩擦阻力很大 会导致它实际射程远远小于理论射程 根据冷战初期美国和比利时对其进行的相关测算 一枚85毫米的圆柱型炮弹 它的实际射程仅有理论射程的30%左右 于是 当时的美国和比利时就诞生了优化炮弹外形的想法 这不两者一拍即合 联合研制成功了枣核弹这种新型炮弹 从外形上分 枣核弹属于低组外形增程炮弹 它与圆柱型炮弹相比 外形更加的圆滑 同时长径比更大 由普通炮弹的4倍长径比增加到了5.5到6倍水平 而为了枣核弹不会因外形变化 能够继续在火炮炮管里保持稳定旋转状态 它除了设计有传统的弹带外 还在弹体上设计有定心块 能使枣核弹尽量沿着炮管轴心旋转飞行 虽然枣核弹在射程方面 比传统原柱型炮弹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因为其弹体外形设计的原因 枣核弹的精度稍有下降 属于那种射得越远打得越偏的炮弹 其次是火箭增程弹 就是在炮弹屁股后面 安装火箭发动机来增加炮弹的射程 它和常规的原柱型炮弹相比 主要增加了新零件 火箭发动机发射要和炮弹稳定装置 并且火箭发动机在炮堂出堂前是不工作的 只有在炮堂出堂飞行一段时间后才会开机 继续推着炮弹飞 而且根据炮弹稳定装置的不同 火箭增程弹还可以分为 旋转式火箭增程弹和尾翼式火箭增程弹 旋转式主要依靠炮弹自旋效应来稳定飞行状态 尾翼式则依靠炮弹加装的尾翼来稳定飞行状态 这俩相比较 前者会因火箭发动机较短 导致在射程上不如后者飞得远 但无论是旋转式火箭增程弹 还是尾翼式增程弹 都会因为弹体本身有一部分 被加装成为发动机发射药和稳定装置 导致其主装要量比常规原柱型炮弹少 爆炸威力会变小 再加上火箭增程炮弹时 还是二次点火 推力偏心会让炮弹的自旋轴心和开始前相比 出现一定的偏差 最终导致火箭增程弹的实际精度降低 相当于牺牲威力和精度来增加射程 最后的底排弹和底凹弹 则都是通过降低炮弹飞行中的底部阻力 来增加炮弹的射程 只不过底排弹降低的阻力更多 一般能够让常规的传统炮弹增加25%到30%的射程 底排弹和火箭增程弹 虽然都属于炮弹屁股排气 但它们的原理并不相同 火箭增程弹是为炮弹增加了推力 而底排弹则是让炮弹底部形成高压区 降低炮弹的底部涡流 进而降低炮弹底部阻力 最终达到增加炮弹射程的目的 当然了 底排弹在精度方面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由于加工精度不同 导致每一枚底排弹的底部排气装置 工作时间长度和排气量各不相同 距离散步比较大 不过和火箭增程弹相比 倒是不会出现推力偏心的情况 对炮弹精准度的影响 也要比其他增程手段要小一些 一般都会和其他增程手段搭配使用 而近些年 炮弹增程最热门应该是滑翔增程弹 这种增程弹的设计思路来源于滑翔飞机 就是让炮弹像滑翔机一样 通过一定的公角和一定的速度 在空中产生生力一直滑行 从而增加炮弹的射程 但也因为炮弹在不同飞行速度 不同公角的情况下 所获得生力不尽相同 所以为了让滑翔增程弹具有一定的精度 通常都会为其追加制导模块 来收获较较好的打击效果 只不过这也导致了这种炮弹整体结构更复杂 生产成本更高 因此一般军事实力的国家根本玩不转 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生产 目前世界各军事强国都在积极研发先进的炮弹复合增程技术 复合增程炮弹并不是特制的某一种炮弹 而是指采用了两种以上增程技术的炮弹 现阶段增程技术比较成熟的 是底牌加火箭复合增程 其结构是将底牌装置和固体火箭发动机 串联在弹丸战斗部的后面 火箭发动机的喷管设在底牌燃烧式中轴线上 从而实现复合增程 比如南非的G652L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成功试射了将底牌和火箭增程技术于一身的VLAP远程炮弹 其火箭发动机在接近弹道顶点点火 创造了目前75公里的火炮射程世界纪录 然后是美国的MK45 MOD4 127毫米舰炮 采用62倍口径深管 发射了ERGM远程制导增程弹 通过高能发射药 火箭增程 以及滑翔增程技术 该炮弹最终测算的最大射程为117公里 可以说这是当时打得最远的炮弹 同时这也是底牌加火箭动力 复合增程技术的极限 现有的固体火箭推进剂和底牌装药 都要自备氧化剂 用药柱内的氧化剂和碳氢成分剧烈燃烧 产生的高温高速气体向后喷出 通过反作用力 使炮弹达到增速增程的目的 只不过固体火箭的比冲量比较低 它不能利用空气中的氧气 而是在其极其有限的宝贵容器内 被这占固体火箭推进剂总重量 70%左右的氧化剂 在含有大量氧气的空气里飞行 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所以固体火箭发动机增程技术 虽然目前其技术最为成熟 但由于比冲和能量的限制 已经不能在宝射动力增程领域内 提供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显然已不是未来超远程炮射 增程领域的发展方向 而这个时候冲压炮弹就登场了 冲压炮弹全称叫冲压喷气发动机增程炮弹 它并不是简单的将冲压发动机安装在炮弹尾部就可以了 而是将整颗炮弹设计成一个冲压发动机 让炮弹和发动机融合成一体 发射时看上去 就像是在发射带有炸药的发动机 冲压增程炮弹和火箭增程炮弹相比 主要优势就是射程远精度高并且易于维护 但同样有着毁伤部分装要减少威力不足的尴尬 冲压炮弹与普通炮弹相比 最大区别就在于冲压两个字上 冲压指的是冲压发动机 全称冲压喷气式发动机 属于一种结构简单但推力巨大 适用于高速飞行的发动机 它与普通的涡扇发动机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压气机 大幅度的缩减了体积 根据使用燃料的不同又可以分为 固体冲压发动机和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 前者使用不含氧化剂的固体燃料做推进剂 后者使用含有少量氧化剂的固体贫氧做推进剂 当冲压发动机和炮弹结合后 在炮弹高速运动时 空气流会以极快的速度冲击进发动机内部的进气道 随后由于炮弹外形的阻挡 其速度会骤降 在这个降速的过程中 会导致炮弹温度和压力逐渐升高 当压力达到最大值时 喷油嘴就会喷出燃料与空气混合燃烧 形成高温高压气体 然后迅速膨胀 最后这些高温高压气体 会以高于进气速度数倍的速度 从尾部喷出产生巨大动力 以此推进炮弹进一步的运动增加射程 也因此冲压发动机不能在炮弹静止或是低速状态时使用 一般会在火箭发动机和涡扇发动机混合使用在火箭或者导弹上面 像AM-9响尾蛇IRIST和AM-120阿姆拉姆空空导弹 用的就是小型大推力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固体冲压发动机不同于火箭发动机 它的优点就是能充分利用空气中的氧气 其固体推进剂能够全部转化为动力能量 相同重量相同体积的固体冲压发动机推进剂 可以比固体火箭推进剂提高3到4倍的射程 它的比冲量比固体火箭推进剂要高出5到7倍 而且固体冲压发动机的工作速度范围很宽 从1.5马赫到6马赫都是它的服务范畴 即使在空气密度很高的海平面上 它的速度也能达到3马赫 因此如何将冲压发动机小型化 将其与炮弹进行高度结合 就一直是现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积极进行的军事课题 当然固体冲压发动机也有缺点 就是刚才提到的 没有零速度启动的能力 必须通过助推将其加速到1.5到1.8马赫左右 它能启动并正常工作 应用到炮弹增程上 它还必须要有一个较长的 带有近期到空的冲压补燃式 因此在缺点没有解决前 搞出来的冲压炮弹都会很长 像ERGM远程制导增程弹 用的还是火箭增程 全长就已经达到了1520毫米 冲压发动机的概念是在1913年 由法国人雷纳劳伦提出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基本上从冲压发动机诞生以来 人类对它的炮弹的结合研究就从没停止过 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冲压炮弹方案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苏联的方案 一种是美国的Square方案 这两种方案大同小异 冲压炮弹基本上都是由近期到炸药 可体推进剂装药 喷管以及密封塞等组成 且实验中增程效果都达到了50%以上 而世界各国 如美国 瑞典 荷兰 南非 以色列 韩国等国家 都进行了大量冲压增程弹的研究 美国将SFRJ技术应用于炮弹的研究 开始于1979年 他们把冲压增程炮弹按照稳定方式的不同 分成了旋转稳定弹和尾翼稳定弹 1984年 美陆军先是利用口径105毫米的M68坦克 进行了75毫米SFRJ旋转稳定弹实验 证明SFRJ在1.6秒内产生的推力约1100牛 后又进行了先进间接发射系统实验 最终炮弹的射程达到了60公里 目前美军正在积极研发155和127毫米 固体冲压增程炮弹 射程已经达到了70和80公里 其他国家一看 美国搞的肯定都是好东西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 瑞典国防研究院开始研究一种 旋转稳定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 为动力的防空炮弹 最终利用准真空弹道模型 搞出来了SFRJ增程炮弹的 简易设计方案 最终设计的炮弹 弹径为40毫米 弹长200毫米 速度能达到4.3马赫 后来到了1995年 瑞典国防研究院和荷兰应用科学研究院 展开合作 开始联合突破155毫米固体燃料火箭冲压发动机 增程榴弹 接连突破了空气动力源 燃烧室 喷管性能等多个难题 最后于2001年初 成功进行了飞行实验 飞行距离3公里 发动机工作时间大于4秒 最大飞行马赫数达到了4马赫 之后他俩又合作进行了旋转稳定SFRJ增程炮弹的研究 最终于2004年5月 在瑞士Alchburden试验场试射成功 发射装置为KDA火炮 射程达到1公里 证明了在马赫数为4的情况下 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仍具有维持炮弹飞行速度 为出塘速度的能力 这在当时的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都属于首例 但是这些国家研究的主要框架 仍没有跳出这两种类型 只是外形和结构以及材料等稍做了改变 毕竟把一整个冲压发动机集成到一个小小的火炮炮弹之中 其设计和制造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世界上依旧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 大口径且能规模生产的冲压增程炮弹 现在世界各国主流的复合增程炮弹 就是火力军前面说的 底牌增程和火箭助推增程的组合模式 属于提升炮弹出速的增程思路 其根据具体设计的不同 也还能再细分出三种方案 第一种是火箭发动机本身就是底牌装置的一部分 炮弹出弹后 火箭发动机先低速燃烧 降低炮弹低部阻力 等到炮弹飞行到一定高度后 再开启飞行发动机进行助推飞行 第二种则是底牌装置和火箭助推装置串联布置 底牌装置工作完之后 火箭发动机再进行工作 第三种则是火箭发动机部署在炮弹弹体顶部 底牌布置的部署在炮弹弹体底部 两者之间相互独立 工作时相互之间不会有太大影响 因为复合增程炮弹的射程都比较远 为了保证精度 无论是采用哪种复合增程方案 最终都会与制导技术相结合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世界上主流的 大口径超远型增程炮弹 基本上都是制导型炮弹的原因 空压炮弹除了固体冲压火箭发动机技术的难题外 它想要大规模生产 还需要解决两个难题 第一个就是价格 价格将是影响冲压炮弹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为炮兵部队火力支援 需要发射大量的炮弹 虽说随着制导炮弹的出现 弹药需求量有所下降 但是在战争中需要的炮弹还是海量的 如果炮弹过于昂贵 性价比就会降低 陆军可能就不会采购 第二个就是威力 对于支援型的大口径榴弹炮 弹药威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冲压炮弹一方面发动机会占据非常大的体积 另外为了炮弹精度增加 肯定会增加制导系统 这也导致其战斗部的体积会非常小 这也是导致冲压炮弹得不到大规模生产的原因 为了弥补威力的问题 美国选择提升精度来解决 比如波音公司最新推出的炮弹计划 人密件155毫米远程冲压增程制导炮弹 就是如此 这款炮弹将由波音公司 南某公司和BAE系统公司共同研发 其中南某公司提供该款炮弹需要的冲压发动机技术 而则为这款炮弹提供可以锁定攻击移动目标的导引头技术 而波音公司则设计将在2023年 向美国陆军实际展示这种新型远程冲压制导炮弹的实用性能 据计划 这款炮弹可由多种不同伸管长度的155毫米榴弹炮或加农炮发射 比如30北径伸管长度或58倍伸管长度等 比如使用58-155毫米榴弹炮或加农炮发射时 人密件155毫米远程冲压增程制导炮弹的最大射程 甚至将达到100公里以上 同时由于其将配备相应的墨制导系统 因为它不仅对目标的命中精度高 而且还能打击移动中的路面和海面目标 也克服了冲压增程炮弹本身的装药较少 对目标毁伤能力较低的缺点 总的来说 冲压增程炮弹的增程率能达到70%以上 在未来的炮射领域发展中 其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 当克服冲压增程炮弹的关键技术后 未来的冲压增程炮弹肯定是结构简单 成本低 增程效率高 且战斗打击精准的新型炮弹 成为陆军们又一大杀器 好了 关于增程炮弹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喜欢热武器的朋友 请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好